男孩正趴在桌上发呆 站讲台上的老师突然提问 有谁知道这所学校百年之前 是干什么的吗 教室中鸦雀无声 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上来 除了刚刚那个发呆的男孩 他举起手说 这句话一出 整个教室更加安静了 老师也感到很是震惊 为了不下到班上其他同学 他便随便地敷衍了一句 没想到的是 小男孩竟然不肯罢休 继续说出那些死去的人的细节 这也让老师十分恼火 说这里以前明明是法院 怎么可能是你说的吊死过人 随后便带着看怪胎的眼光 看着男孩 老师的这一行为 却彻底激怒了男孩 老师听后一愣 结巴使丹利是他的秘密 这个男孩怎么会知道 于是他慢慢走进男孩 语气急促地逼问他 男孩健壮 用双手捂住了眼睛 嘴里仍然大喊着 男孩名叫科尔 他之所以会知道 这里以前是刑场 是因为他能够看到鬼魂 能看到每个在这里死去的人 并且那些已逝的亡魂 还总是不断过来找他 科尔和别人诉说过自己的能力 但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所说的这些 于是他只能一个人承受 被鬼魂包围的恐惧和害怕之中 更让人崩溃的是 他不仅在学校里会看见鬼魂 即便是在家里也是一样 科尔每次去厕所的时候 身后都会有鬼魂经过 并且每天晚上 还会有阿飘在他家做饭 更令人毛骨所难的是 他们会时不时地出现 没有一点准备就会 在你面前和你说话 并且他们也像 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死 圣人的样子十分诡异 为了逃避这一切 科尔给自己搭了一个红色的帐篷 每次他被吓到的时候 以及阿飘不断靠近时 他就缩在里面 用手电筒照亮面前的小神像 这样他就不会再感到孤独害怕 但令他绝望的是 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 他本想和自己的妈妈诉说这一谱主 可他也害怕妈妈会觉得他是怪胎 因此科尔的性格也变得愈发孤体 这天 科尔和妈妈受邀参加邻居的派对 他被一个红色的气球吸引 追着就爬上了楼梯 大门敞开的阁楼中 科尔听见有人在求救 科尔知道了 里面关着一个残暴的鬼魂 于是身体就开始慢慢退缩 可楼下邻居家的男孩调皮得很 他们发现科尔后 就想要捉弄一下他 两人直接架起科尔 用力把他塞进了阁楼里面 科尔害怕的大叫 拼命敲打房门 撕心裂肺的呼救声 恰好被楼下的母亲听见了 急忙赶到了楼上 可他想打开门 放科尔出来 却是怎么都打不开 只能听着科尔在里面惨叫 直到科尔没了声响 门才自己打开 母亲抱起科尔 还好他只是吓晕了过去 随后母亲带科尔来到医院 医生却说科尔身体病无大案 应该是心里出了毛病 于是就在不久之后 一个男人找上了科尔 他就是负责治疗科尔的心理医生 马克是个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 家里有着深爱他的妻子 可就在两人结婚纪念日那天 妻子突然发现卧室的窗户被打碎了 一个全身赤裸的陌生男人 闯进了他们家里 原来男人小时候曾是马克的病人 男人对着马克倾诉自己的苦恼 并激动地问马克 为什么要放弃自己 可马克还是没有想起他是谁 马克想安抚对方的情绪 可男人却开枪打中了马克 然后自己也自杀身亡 经过这件事之后 马克一蹶不振 为了弥补遗憾 他找到了科尔 这个病例情况和 枪击自己患者类似的男孩 马克来到医院看望科尔 为了拉近和科尔的关系 马克讲述了那个患者的遭遇 男人和科尔有着同样的症状 这时的科尔被打动 终于吐露了自己的心扉 他想告诉马克关于自己的秘密 他还告诉马克 这次对话后 马克开始记录科尔的病情 他不相信科尔所说的鬼魂之谈 觉得科尔的病情已经很是严重 很可能有演变为人格分裂 但马克还是没有放弃治疗他 他陪科尔去看演出 就当他们看完准备回去时 科尔却突然停住了脚步 是的 他又看见了那些东西 马克就在一旁 可他什么都看不到 一心扑在科尔病情上的马克早速挽回 和妻子的交流日益变少 就连回到家后 也是来到地下室不断钻研 想要找出治疗科尔的方法 这也导致两人出现了隔阂 结婚纪恋日这天 马克也是姗姗来迟 他想要买单 也被妻子一把抢过 最后两人不欢而撒 但马克始终无法放下科尔的病情 也许是因为那次枪击 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直到这天 马克发现自己的妻子 竟然和别的男人搂搂抱抱 他才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如此下去 马克找到科尔说 自己不能再做他的医生 他只能将科尔转交给别的医生 因为他要挽回自己的妻子 可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 两人已经有了深厚的友谊 科尔让他不要离开 面对科尔的苦苦哀求 马克还是选择了回归家庭 可当马克在听以前的录音带时 竟然在录音带的空白部分 听到了有人在不断呼救 这时马克才相信了真的有亡魂存在 科尔看见的都是真的 马克再次找到科尔 科尔之所以会害怕这些鬼 是因为自己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 再加上周围人的不理解 就更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怪胎 马克让科尔想想 为什么阿飘都会找上他 他们是不是需要他的帮助 或许科尔应该和阿飘们沟通一下 因为害怕科尔一直睡在 自己搭建的红色帐篷里 今天晚上他似乎又感受到了什么 他立马钻进帐篷 突然帐篷顶部的夹子掉落 下一秒一个嘴里吐着粘夜的女孩 出现在他面前 科尔吓坏了钻出帐篷 连忙躲在椅子后面 但他想起了马克对他说过的话 他鼓起勇气 靠近了小女孩 镜头一转 第二天科尔叫上马克 去了女孩的葬礼上 科尔来到他的房间 突然床下伸出手挖了他一把 原来是女孩在床底 接着就将一个箱子递给了他 科尔拿着箱子 找到了女孩的父亲 女孩父亲打开之后 发现是一份录像带 打开观看后 竟然发现女孩每天吃的东西 都被继母吓了毒 女孩的死不是意外 继母是真正的凶手 有了这次帮助女孩的经历 科尔也不再害怕和阿飘相处 甚至还会和他们聊天交流 尼克在学校进行演出 舞台上他拔出剑的那一刻 台下的马克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他知道科尔被治愈了 马克打算和科尔正式告别 他已经疏远家人太久 这时科尔却说 如果有什么话想对家人说 可以趁他睡着悄悄说 马克没明白科尔的意思 但也没有深究 回家的路上 因为堵车 科尔和母亲被堵在了车上 科尔打算向母亲坦白自己的秘密 他告诉母亲 前面有一个女人受伤了 可母亲探出头看 却什么都没看到 科尔接着说 那个女人就在他们车子旁边 母亲以为是科尔的病情又加重了 让她不要乱说话 科尔不理 继续问母亲是不是去过外婆的目的 还问了外婆一个问题 答案是每天 你问什么 母子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小时候总会对父母有误解 只有长大后才知道背后的不义 这一刻母子俩都打开了自己的心结 而这边的马克也回到了家中 妻子正在沙发上熟睡 电视里还放着两人的结婚录像 就在这时 妻子嘴里竟说出了一句 妻子一翻身 一枚戒指从手中滑落 滚到了马克的脚边 他看向自己的无名指 已经没有了戒指的踪影 这时马克终于明白了过来 原来一年前 中枪的那一晚 他就已经死了 就像科尔说的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随着身后出现血迹 马克从震惊 再到难以置信 最后转至悲哀 终于他接受了 让他一直弥留的是对患者的执念 现在他治愈了科尔 那么自己也要离开了 他想起科尔的话 于是俯身在妻子身边 伴随着一道白光亮起 马克也随之一起离开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转足了 观众眼泪的惊悚悬疑片 表面上是鬼魂惊悚 实际上是亲情和爱情的升华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原片哦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第六感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